为在春阳村这处利用货柜屋及铁皮搭建的地方 平时就住着苏姓男子与年仅10岁的女儿相依为命 苏姓男子尽管身体状况不佳 为了照顾孩子 平时以打零工为生 没想到今日被医院诊断出肝癌末期 让他们妇女的未来陷入困境 虽然目前苏姓男子目前的困境 已透过社福管道以及部落族人的多方协助 但因为自己病况每况愈下 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痛 而是女儿的未来生活 听闻苏姓男子遭遇到如此困境 地方人士及教会 也都尽力在协助他们争取更多协助 也希望他的10岁女儿能获得妥善的照顾 原是新闻NO 男头仁爱 超榜报导